哎呀 俊首大人 俊首大人 华阳侯爷 侯爷 听说你们在这儿挖山 挖出宝贝来了 能不能与我一起赏玩赏玩 你报价去吧 宝贝 你拿价去 我的妈呀 河图洛书 哇 大禹时期的 这个 这可真是大禹用过的物件啊 你仔细看看 是不是 我不是太能确定 但是看这个物件 不同的办法 这个那我们就交由淘洋侯跑完 好 就把这宝贝 不好意思 没事 你们刚才跟我说 见着大禹了这件事 我觉得还是有点含糊 大禹治水有八字真言 谁说了吗 有没有 说了啊 说了 哪八字真言 那不就是那个什么吗 你说 分什么了 哎呀我想想啊 谢洪 书俊谢洪因事利导 对 书俊谢洪因事利导 哎 好高 华阳侯 其实和我们现在想的 是差不多的 但是我们现在遇上一个具体的问题 虽然我们做了这个鱼嘴 啊 我们起到了泄洪的功能 但是没有起到泄沙的功能 现在我们水大的时候 我们两边的水量还是不均衡 西岸被淹 东岸也被淹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我们现在这个制水的通成 还有待提高 我们这里头啊 有一个懂水的 你往前面站来 是什么呢 根本就怎么听到